嗨,我是戴戴達安娜 霍格華茲的傳承終於要在2月10號上市啦 這是世界上第一款哈利波特IP的3A大作 身為一個資深哈迷 對這款遊戲真的期待超久 早就少到預購了 那我自己是買Steam的豪華版 有搶先72小時遊玩 所以今天的影片都是實機遊玩錄製的 連夜感攻上片 就是為了給還沒預購的人參考 讓大家可以評估一下要不要購買 如果已經購買的玩家 也可以在這支影片瞭解開學前要知道的重點唷 因為是3A大作 所以Steam PC的豪華版價格就要1740元 但是期待這麼久 我自掏腰包要來抽獎送給各位哈迷們 如果是因為運算有限還在觀望的玩家 只要把這支影片看完 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就有機會抽到霍格華茲的傳承PC豪華版唷 我會在下週六的晚上12點截止抽獎 並在下一支影片公布得獎名單唷 遊戲風格是屬於3D開放世界的RPG冒險 玩家要在霍格華茲上課 學習草藥、魔藥、黑魔法防禦等魔法世界的知識 因為是開放世界 所以沒有強迫玩家一定要按照流程解任務 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節奏 一邊在開放世界探索收集東西 一邊跟場景互動、解謎發現驚奇的秘密 在跟整個魔法世界互動探索的過程中 照自己喜歡的節奏來推進當前進度 遊戲共有三種任務 分別是黃金任務、支線任務以及教室課題 其中黃金之路屬於遊戲的故事主線 完成支線任務也會解鎖各種魔法 而支線任務會逐步影響玩家最終會成為白巫師 還是心狠手辣的黑巫師 教室課題則是較為常見的收集或戰鬥任務 RPG的部分除了學習魔法之外 還有等級提升 能用升等拿到的天賦點數強化法術 裝備也有裝備等級以及稀有度 需要搭配當前的角色等級 與稀有度選擇最適合的裝備 裝備除了防禦與進攻的數值以外 還有附魔能夠幫裝備增加特性 RPG元素我個人覺得也蠻適合大部分玩家 以3A遊戲來說RPG的整個系統算蠻簡單的 或許對專業的重度玩家來說 沒辦法符合對遊戲系統的複雜性、遊戲性要求 但對我這種輕度玩家來說更適合更輕鬆 開放世界的元素 我自己玩起來是蠻感動的 因為世界中有非常多哈密一定懂的彩蛋 讓我在自由探索中 沉浸在魔法世界的驚奇 結果魔法世界的還原度 對我來說也讓這款遊戲加了不少分 遊戲核心目標就是要入學後 快點開始學習魔法 趕上5年級的進度 在發現邪惡妖精的密謀 與古代魔法的秘密中 試圖阻止古代魔法的力量被邪惡壞人奪走 在難度方面 個人玩起來覺得他建議遊玩的一般難度 對剛開始接觸這款遊戲的輕度玩家來說 可能會有一點難 如果你是屬於這類型的玩家 可能要熟悉一下戰鬥 然後死個幾次 後面才能掌握整個遊戲的節奏 等級跟裝備方面主要是透過開放世界的解謎 才能提升與收集 並沒有一般RPG刷怪刷任務 繁瑣重複的作業感 所以想要透過升級與提升裝備 來減少遊戲挑戰性 我覺得是不錯的做法 遊戲地圖其實蠻大的 除了還原霍格華茲城堡細節 還有像是奎地奇球場 整個大剔毒的區域分為 火米村、經濟森林、北霍格華茲地區 北福特沼澤、南霍格華茲地區、霍格華茲古地 費德洛特地區、南海沼澤、海岸洞穴 波德希爾海岸、馬倫威姆湖、莊園海峽 赫羅夫特郡、克拉摩海岸 單純走路要非常久才能探索完一個區域 不過隨著主線推進能夠學會騎掃把 掃把飛行速度沒有非常快 但是有一個類似耐力條的衝刺可以使用 如果有預購的玩家可以用贈送的 騎士舵鬼馬做其代步 這樣就會快速輕鬆很多 除了這些移動方式以外 還有葫蘆燕可以快速移動 只要在經過的時候就可以開啟傳送點 在地圖中點選這個火焰 就能更快速的傳送到想要去的地方 霍格華茲的傳承戰鬥系統是屬於動作類型的魔法戰鬥 我們需要利用普攻搭配魔咒 可以使出連段攻擊 這個打擊感還有節奏感非常的棒 並且在連段攻擊後會掉落普代魔法能量 戰鬥過程中還要特別注意防禦和閃避 身上出現黃色圈圈的時候可以用破心褲防禦 再接一個普攻會打出咄咄使讓敵人暈眩 如果在攻擊接觸到你的瞬間 使用破心褲會達成完美破心褲 還能反彈敵方的攻擊 讓身上出現黃色圈圈的攻擊是無法防禦的 就只能使用閃避來規避傷害 也就是普通的翻滾來躲招 但是點了天賦快速後 可以發動更帥氣的快速位移 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還掌握了古代魔法 累積古代魔法能量 可以發動大絕招打出巨額傷害 也能用古代魔法能量操控環境物體砸向敵人 依照不同的環境物體有不同特效 戰鬥中也能利用各種法術搭配出不同效果 例如速速前加近距離的紅火燒 或去處去走打掉武器再用物體操控 把掉落的武器砸向對方 還有更多的連招方法就給大家去摸索囉 遊戲中的其他玩法包含掃把競速 魔術練習小遊戲草藥種植 魔藥調配素材收集 奇獸飼養 家具製作 飾品製作 地方生產 裝備特性 裝備建定 外觀收集等等 大概知道一下有這些玩法就好 之後隨探索或主線會慢慢解鎖 但是外觀收集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因為遊戲中裝備背包很容易滿 滿了就不能再拿新的裝備 而且每個裝備能力不一樣 常常最新拿到最強的裝備不是喜歡的風格 這時候只要裝上目前最強的裝備 在裝備界面按F 就可以改成自己喜歡的外觀 然後把不需要的裝備賣掉 省空間還可以賺錢 這些裝備外觀還是會在收藏裡面隨時可以使用 這個功能我也是找了很久才發現 知道這個功能以後 幫助我這種選擇障礙 衣櫃有好幾百件衣服的人 解決了很大的困擾 遊戲的缺點 我覺得硬體需求是一個硬傷 我自己用的CPU是i9-9900K 比官網建議的建議高規格好 讀取跟運算速度還算不錯 顯示卡是NVIDIA GAPBOS 1080T 剛好是官網建議的建議高規格 遊玩的時候用遊戲內建議的推薦選項 有時候人物多的畫面會LAG一下 被迫要調降一點畫面品質 才能更流暢的遊玩 所以我覺得它對顯示的優化沒有很好 第二個缺點是要將全部功能開啟 需要跑時間不算短的主線 這樣我覺得會對開放世界的架構小扣分 因為全部功能開啟才能有更完整的遊戲體驗 我自己是覺得會買這款遊戲來玩的人 大部分都是身為哈米的輕度玩家 而不是3A遊戲的重度玩家 這樣給想全部支線解完 看完所有故事才推主線 或想慢慢體驗開放世界的玩家 還是有玩時間有限的玩家 會帶來一些不便 最後玩法的缺點是 魔藥、法術、騎獸種類不夠多 哈利波特世界觀有特別強力的不射咒 但是它額外需要搭配詛咒效果才能發揮權力 還有取得方法不易 以及就算不使用不射咒 主角本身也有古代魔法非常強力 使用上更方便 法術這平衡算是做的不錯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平衡的關係 把法術種類做的特別少 這三個遊戲類的缺點 是有可能之後改版或出免費或付費DLC來擴充內容 所以我想應該算是小缺點 整體來說還是很棒的魔法世界遊戲 Steam來說標準百賣1490元 豪華版賣1740元 貴了230元 不過豪華版可以提早72小時遊玩 還有送黑魔法包 包括騎士、鬥鬼、馬做騎 黑魔法裝飾品套裝 黑魔法戰鬥競技場 我建議想成為黑巫師的人必買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想更了解我的話 歡迎追蹤我的IG臉書跟抖音 也歡迎加入鐵粉專屬DC群組來交流喔 連結我會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掰掰